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你可以了解到老北京人玩的文化 我觉得感觉像什么 我刚刚刚刚拿上手 刚刚翻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里面有一段我正好看到讲养阴 玩阴就说这个阴 怎么到了晚上他们一伙人在那喝酒聊天 轮流架子这个阴来玩 然后这个阴忽然又缩脖子又什么 好像要出事了 结果说这个叫出走 出轴 翻轴脾气那轴吗 不是不是不是 车轴的轴 车轴的轴 他是给鹰喂下去一个拿肉 拿羊肉裹着的一团麻 因为鹰有一种习性 他在野外逮着鸟以后是连皮带毛带骨一块吞下去 然后肉是消化了 骨头和毛是消化不了的 他把消化不了的东西在胃里边团团团 团成一个球 然后吐出来 这是他一种习性 就根据他这种习性呢 咱们这是老的玩家们 就是形成这么一个熏鹰的这么一个手法 对 但我刚刚就只看了一点啊 我相信你后面会写到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会问 为什么呢 就讲这个鹰 你想想看 它原来要出这个轴 是因为它在野外吃东西 它就连皮带毛的 什么都吞了 对 消化不了 吐出来 但是在自己家养 你明明就能够喂他好肉 也不用给他皮啊 骨头什么的 那干嘛还要故意给他包个麻 让他搞这个事 这为什么是训的一个过程吗 这就是 马兽毛长 人穷至短 鹰和所有动物都是一样的 它只要在有肉 有镖 有精神的情况下 它野性就不会退去 它就不会对人有一种服从感 那么下这个 就是拿这个麻它消化不了 麻又是很素的 对对对 很裹着东西 很那什么的 下去以后 拿他这麻 把它胃里边那个糖油给它刮掉 然后他再带着那个油吐出来 等于他里边就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把它里边攒的那些油 那些脂肪类的东西 都给它消化掉 所以你看 我觉得这有意思 我看这书的感觉 让我想起来 以前看王世襄 王世襄先生 他们那种就一些老北京的 一些各种各样的玩 什么都玩 然后而且这些玩意里面都很有学问 你比如说刚才养鹰 以前我都没听过 有这种东西 对 那我跟您考证一下 老听这个人说 老北京人都说这个什么 您熬鹰 对对对 说是我听说的 说是什么 你养这鹰 什么一晚上 你得看着他 不让他睡觉 他要睡觉 一把嘴巴子打醒着他 盯着他看 看一晚上 他能听你的了以后 一晚上不行 一晚上不行 但是真有熬鹰这么一说 这里边呢 我也细致的写了 特别细致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 熬鹰是真的 熬鹰 他呢 就是你盯着他看 跟他眼对眼 不行 因为鹰是 他跟咱们的眼睛不一样 咱是平的 他是两边的 你没法跟他看 但是呢 你要是盯着他 他会一个眼睛 看着你的这个眼睛 他睁着 这个眼睛睡觉 他就等于可以 睁着一个眼睛睡觉 所以呢 你就不能这么熬 你必须架在胳膊上 一直转这个胳膊 这行话叫 叫叫叫 这个拳 拳 他叫 倒拳 他 你这转 他就站不稳 他会活动 他活动 他就睡不了了 一般熬鹰在七八天 嗯 十天之内 这不停这么七八天 基本上是 所以一个人肯定是太累了 怎么也得两三个人 甚至再多 像我们这个都不是干这个的 就为尝试一下这个 可能凑个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一块玩 他就驯服了 他不睡觉 他就消耗体力 再搭上 你喂他的食物 都是给他泡过的肉 把那些油脂啊 把那些营养都泡掉 泡着个棉花似的那种 再喂给他 再当然下这个轴 把他糖油再刮出来 整个这几天之内 迅速把他体力 所有的精力都消耗掉 让他已经迅速的瘦下来 他一瘦 他就没有精力再跟人拨 再跟人凶了 他就 就喂这口食呗 就开始惊人了 他就知道 你人再拿食 他就知道 他不吃这口肉 他就要饿死了 他马上就看着这个肉 他就亲了 那么一看人 就形成条件反射 只有看着人 才能吃着肉 他就被人 这有道理 对对对 所以你看 这就我刚才 我们在花庄间讲了 这个中国式的爱动物 跟西方式爱动物 不是动物保护主义 就是我们是干不出来 这种事 但是中国 那也不能叫成 不 中国的玩文化 实际上跟外国的玩文化 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用的这种手法 现在看起来比较残酷 但是国外 现在玩鹰 比国内要玩的分多了 像阿拉伯那些酋长 像这些国家们 他们专门有自己的鹰场 他们来繁殖鹰 从鹰 从蛋开始孵出来 这一个过程 他们都可以 然后呢 他们真正的 大的这些酋长 国王 他们玩最尖端的鹰 他们是不从鹰场里边弄的 因为鹰场里边孵出来的 他已经就扔过 经过人的手 他就没有那种野性了 就说他们想 感受的那个鹰的这种野性 这实际上这种是顽强拼搏的精神 这么一个大鹰或者鸟 他从野外要追一个 那他们就不逮兔子了 追一个黄羊啊 或者追一个鹿啊 什么的 他要追几十公里 上百公里 然后把跟这个黄羊搏斗 把这黄羊摁死 然后这个鹰实际上 基本已经半虚脱状态了 就是说他这种拼搏精神 他们是靠这个来刺激的 这种鹰场里的鹰 实际上就没有这种野性 那我好奇 他们的梦幻产品就是野性 就是那种 对 所以千儿哥 你知道 就是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他在捧根之余 他搞些什么活动 是吧 京郊啊 五十亩地 他有一动物园 养着多少种动物啊 哎呦 多少种数不清了 啊 树你都没树的 没树的 跟树 现在是 马 狗 鸡 猴 牛 羊 猪 狐狸 鹿 鹦鹉 鹦鹉 各种鸟 各种鱼 各种鱼 所以郭德纲去 他这书 这新闻发布会 在哪呢 在北京动物园开 就在原来那个万世 对 郭德纲说 千哥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获得了北京动物园的认证 你为什么这么好这口 从小就喜欢 从小学 这书上写 从小学我上一年级开始 我们家就住在观园鸟市的旁边 等于上下学呢 稍微拐个弯呢 就能到那去遛一个弯 平常还不在意 到秋天和春天 正是后鸟迁徙的时候 那个观园鸟市 那是热闹非常 不单鸟市的里边 包括鸟市外边 绵延 几里地 全是爱鸟的人 喜欢鸟的 卖各种鸟剧 各种各样东西 热闹 所以他身上 有老北京人的基因 对 我实际上特别喜欢 老北京传统的这种玩法 骑龙驾鸟一说 对 实际上 他们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 什么精神 我可能也不太善于总结 到最后写这书的时候 写到最后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精神 因为没有一种精神支撑 他玩不了这么 那是啊 但是我也总结不出来 咱没有那个水平 但是呢 我就通过 能够通过就是 看看我这个书啊 或者是你要真正了解啊 你参与进来以后 你就真的能够体会到 那种东西在里头 我觉得啊 这是就是一种啊 生活的艺术 就是讲究 你说是不是一种 不同人讲究不同的 你比如说过去 还有有人觉得 王世湘是玩物丧志 对 但是王世湘那个时候 家里他玩的家具 每天去淘的家具 都放不下 全让给这个家具 然后呢 他自己研究啊 废寝旺 是研究那个歌谱 老北京玩这个歌谱 那到今天看起来 那就是人类文化宝库当中的一笔啊 那当然 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人家几个亿的家具 人都捐给国家了 那是多大的气魄呀 没错 就是 我这书里边写的 跟王先生有过 这么一面之缘 有过 对 是一起玩鸽子 老先生呢 玩家具 说实话 按人家那个 按咱们看 已经玩到头了 玩到头了 玩什么都玩到头了 国务馆程度了 对 到最后呢 王先生就是对鸽子 还有点遗憾 没玩尽 不是 他不是说 没玩尽的问题 就是说 他认为啊 这个 老北京的观赏歌 在他眼里 已经比大熊猫还珍贵 对 我记得他写过这个 对 因为 这个东西呢 可能 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 所以在 可能在政策上 在各方面 还没有给予支持 还没有给予福祉 保护 所以呢 这个很宾尾 也很宾尾了 虽然可能你上歌的是 还能够看见老北京观赏歌 但是他的那个头 嘴 鼻子 各方面的品评标准 已经完全的 就太差了 他跟野生的鸽子 不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鸽子等于是 就像宠物狗一样 是人 人为的 人为的 培养出来的 对 但是呢 老北京的观赏歌 跟国外的观赏歌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 国外的观赏歌 他注重毛色 注重语色 注重 这个有样 跟孔雀似的呀 但是国外的观赏歌 大部分是不能飞的 中国的观赏歌 他毛色 鼻子 各个方面 都跟圆歌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他还保持着 特别强的飞翔性 所以当时呢 我们在中国 那个北京那届奥运会之前 跟一个 咱们那个 那个龙刷装饰的 一个 那个董事长 王先生 然后呢 他呢 也是特别喜欢观赏歌 成立了观赏歌保护中心 我 我做形象代言人 然后跟王世相 王先生那里联系 说 再 提了个提案 给那个奥运会 会务组 就说能不能 有这么一个 就是说 提出来 让老北京 中华观赏歌 让中华观赏歌 飞翔在奥运会上空 就做这么一个 放和平歌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 他因为王世相先生呢 专门提了这个字 而且 写了一封信 给那个 温总理 哦 哎 然后呢 温总理还给回了个信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到最后这个 没被 没被采纳 但是呢 提出这个 我觉得他那个倡议特别好 第一个是北京的形象 嗯 第二个呢 就是说 现在放飞的那个和平歌 他是很大的 对 场面啊 对 几千只几万只 花一放 真好 瞬间飞没了 嗯 老北京观赏的时候 不回来 老北京观赏歌不是这样 他能够在场地 你想让他飞多长时间 飞多长时间 他能够在这打牌 嗯 而且他的雨色呀 漂亮 六个方面也很漂亮 嗯 嗯 而且我们为此做了很多 很多这样的准备 我听说现在很多放 这个和平歌 放的其实就是吃了歌 怎么 就说是 他只能吃了五个 咱们吃下广告 雙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那封皮上印着千哥的这座右铭啊 玩 我就这么点梦想 但是他下面说的有意思 说人这一辈子啊 需要有点玩的精神 你一认真就输了 嗯 这是你的人生体会 对 这个实际上我认为玩本身是一种心态 嗯 他不是玩什么的问题 有的时候发个微博 也写一些这些东西哈 底下观众 底下粉丝们回 就说 你得有钱才能玩 谁是 你也要那么多钱啊 对 实际上我也不算有钱人 那能买那么多动物 这就是你看你把钱花到哪 对 钱花什么地方 对 他听说是为了玩 能请家荡产为了动物 是吧 再有一个 就是说我没钱的 没有像现在这么些钱的时候 我也在玩 嗯 实际上玩就是一个心态 嗯 老北京玩 那书上也写 老北京玩讲究的是 那时候玩大部分也都是底层人士嘛 嗯 讲究的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就是说我花三毛钱买一个鸟 嗯 你花三万块钱买一个鸟 我这个鸟拿出来 经过我的手训练以后 你这个鸟也比不过我这个鸟 嗯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个里头啊 有个生活态度的问题 对 就是一个字啊 这个闲 你比方说香港人走道快 嗯 过去咱觉得 哎 这一到北京啊 北京这胡同里就有一些人呢 他溜弯 嗯 他就是有一份闲的这个功夫 哎 但是现在北京人走路也越来越快 嗯 可是你想想当年这个老北京啊 那有句话叫四合院叫什么什么胖丫头 什么什么什么秋千架什么白狗胖丫头 就讲他这么一种呃生活方式慢慢悠闲 很悠闲 陶醉在一些呃这个玩当中 那其实这是人类很向往的一种生活 因为玩本来就是一种很 就跟咸很有关嘛 比如说中国传统里面讲玩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那些东西我们玩的东西 中国人不只喜欢玩它 还喜欢歌颂它 还喜欢画它 是 还喜欢变成艺术品 这花鸟丛鱼 闲情益智 对 对 有钱有闲 对 才能够玩起来 对 但实际上我想说的呢 不是说有钱有闲的 从这个侧面来说 嗯 我想说的是一种 现在人缺少一种娱乐心态 嗯 哎 就是说在这么重的压力 社会压力 工作压力 各方面家庭压力 在这么重的压力下边 能够怎么给自己解脱一下 就是说你看见什么 你都要以一种玩的心态来面对它 嗯 嗯 就能够解脱一下 现在人压力太大 您比如说 那您说相声的时候 您的心态是玩 还是挺当工作要做好 特精益求精的感觉 就根就在这 你要没有一种玩的心态 你就干不好这工作 哎 真的 你就说我 我不喜欢这个 但是我非白了干好了 你干不好 你知道我认识一位这个画家 这画家就跟我讲了 我说画画挺好 没事就画画 他说你跟职业画家 他对我们来说画画是负担 嗯 他说我跟你说 就说要上我们这种职业画家 我们他打了个比方 他说这叫竞技体育 嗯 他说你以为是很愉快很快乐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就是 因为你有这个水准 就是说你画鸽子画什么你要画到什么程度 已经有人画到过什么程度 嗯 那么对他来说我就感觉是个很有压力的事情 这是个压力 这是个压力 但是呢就是说他本身对这个肯定是还有强烈的爱好 爱喜欢 对就跟我说相声似的嗯 你说现在玩我可以扔掉我所有玩的东西我去说相声 因为相声是我最大的爱好 那么除了相声以后我这个是是我的第二第二职业第二爱好 那但是您比如说今天说相声哈 这活没食好嗯 您这回去之后会不会这个揪心的焦虑或者是会啊会啊 也会会啊 这就不轻松了吗 对啊 不单回去玩在台上的感觉马上就不好 对 嗯 所以这享受也不容易 那么马上就回去就要下来就要调整 调整第二场再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在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玩这个东西你说要闲啊 但玩是什么 玩跟我们日常生活别的行为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是应该是没目的的 嗯 你比如说人家问你你你养鹦鹉干嘛呢 嗯 你买那么多种马干嘛呢 这有有什么意思呢 嗯 其实没什么意思 就是喜欢 对 就就就就就玩一定是没有目的的 对 那么我们刚说现代人不闲啊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是连锁的 你玩是必须是闲的 嗯 它必须是无目的的 我们现在这么忙 北京那么急冲冲的理由就是 是因为什么事都有目的 嗯 我们干什么事都是有有有有有一个要有意思的目的 我要干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跟那个武林高手过招似的 我要把这个所有招数都忘掉 他才能练到那个最高境界 哎 嗯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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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爱好实际上无止境 你就玩吧 就玩 嗯 你就把这个爱好你就就钻研吧 嗯 你把钻研当成一个乐趣 你就一切就都很好 那您说您那么大一个动物园 平常你还经常就出去演出 嗯 这就怎么维持啊 这个 嗯 它也需要成本的呀 是也需要成本啊 嗯 所以这个我那有大概十多个人吧 哇 嗯 再给我料理 嗯 专门养马 有养马的这方面的专家 嗯 就所谓咱老北京叫靶式嘛 靶式 就靶式 鸟靶式 啊 马 狗 各方面的靶式都有 还有琴类 您觉得就现在北京城里 还是有很多这些传承的这些传统技艺的靶式吗 有 有 而且有很很高 高人 这高的高人 嗯 就是说 传统 流传下来的玩的这种技巧 嗯 有的是一种自己摸索的 有的是一种这个传承下来的 嗯 但是呢 它未见得是特别科学的 嗯 现在还有很多玩家 就是 他把这种传统手法继继承下来以后 他 又 科学验证 科学方面又验证下来 然后他又把国外的一些体系 又 经过跟 嗯 老北京传统手法 结合 哦 弄得特别好 是吧 这玩动物这乐趣 在哪呢 哎呀 这个怎么说呢 为什么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呢 嗯 嗯 这就天生来的 嗯 天生 我这书里也写了 就是没办法 我看他在这吃饭我就高兴 嗯 您跟他的时间比跟家里人还多吧 嗯 那倒未见得 因为现在太忙了 太忙了 去的时间也少了 但是你要真让我在那看他 我看一天我也不烦 嗯 嗯 我估计看见咱俩他都烦了 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我还不知道呢 就是私人搞这个 这允许吗 养这么多动物 呃允许啊 因为咱们呃 基本上养的都是 嗯 就是 怎么说呢 不吃人的 不是就是不算保护动物吧 就算保护动物 对啊 偶尔有个保护动物 咱们也申请下来 那个呃 执照 国家野生动物 二类保护饲养分支许可证 哎呦 有这个有这个凭证 嗯 所以呢 该养的动物都在这个 保护范围之内的 嗯 允许范围之内的 嗯 所以你看闻到 中国也有祖传的动物保护主义者 啊对 但而且呢 其实你养动物啊 你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讲 怎么样寻化鹰啊 寻化这个 让它适应人 但动物始终不是人 嗯 所以呢 反过来这个养的过程里面 也是你去适应它 嗯 就像我 我觉得中国人讲 喜欢花鸟 从于有意思的地方 是你看得到的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 嗯 那个侧面是什么呢 就它一方面我们以前总以为中国是很以人为本 嗯 但这个以人为本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为本 嗯 它是以人为本 但是往外扩散 周游于天地间 因为因为你也要适应动物 嗯 你养花养树做盆栽 你不能够一意的按着你自己意思来怎么弄 嗯 那在这个过程面就你就跟它游 嗯 你是跟它游的 是你你你你 你在那个动物身上绕一圈又回到自己这又绕一圈又回到自己这 你是一直在扩大自己 然后但是也也在认识人之外的东西的 对 这个状态很特别的 实际上 实际上 祖祖辈辈传下来这些玩动物的规矩呀 手法呀 各个方面 实际上就在 就是人 在 让人类适应动物 嗯 因为你既然想养它 你的目的不是把它养死 嗯 你要把它养到 什么程度是最好呢 就是它在你的手里 跟在野外过的生活 基本上能达到那个舒适条件 啊 嗯 然后 在他心情愉快 吃饱喝足 这个 很舒服的状态下 他给你提供名教啊 嗯 哎 什么玩啊 什么给你带来各种的乐趣 嗯 所以这个条件就是人来适应动物的一个方式 哎 你感觉有动物真通人性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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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感觉到 实际上跟人 我到现在感觉养这么多种 跟人能够心灵沟通的 嗯 一个是猴 猴 一个是狗 嗯 最高级的是马 马 对 有感情 马是跟人交流可能是最 接着为您播出 对 西安楼关文明起始录 嗯 嗯 五十五 五十五 我还假的 五十五 五十五 MING PAO CANADA.COM